百年时尚心千年翡翠琴 买A货翡翠将微信 11776270 计赏期内免费退换 让您花最少的钱带最好的翡翠 被称为世纪汉匪的张子强 曾策划并实施过两起香港顶级富豪绑架案 其中一起绑架的正是李嘉诚的长子李泽聚 在得知儿子被绑架后 李嘉诚这位见惯了风雨的传奇商人 并没有表现出过分惊讶 他选择了不报警 并亲自跟张子强进行面谈 两人最终确定赎金数目为10亿3800万 李嘉诚如约付了赎金 张子强也放回了他的儿子李泽聚 这件绑架案的过程之顺利 就好像两人是谈了一次合作 事后有媒体询问李嘉诚当时为何不报警 李嘉诚表示 他和张子强的面谈非常友好 而且既然答应了不报警 就坚决不报警 毕竟做生意这么多年 守信用才是他的第二生命 就像张子强当初登门谈判 第一句话说的是 李先生请把你家里的警察叫出来吧 李嘉诚的反应是 带着张子强逛遍了自己家 来证明自己言而有信 绝对没有报警 之后媒体也问过 李嘉诚是否会恨张子强 他回答 我经常教育自己的孩子 不仅要有狮子一样的雄心 更要具备菩萨一样的善心 我不恨张先生 大概在李嘉诚心里 钱没有了可以再挣 但儿子的性命 却是最重要的 同时 他坚持了一辈子的诚信 也非常重要 至少中过了身外之物 要说这三国中的吕布 从没杀过一元大将 却被后世尊为三国第一 就因为他有一个记录 无人能过 什么记录 你知道吗 可能你会有点三国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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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一点